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oom視像會議的講解 Angela會示範兩個方法去參加一個人邀請你參加的會議 最普遍的方法是收一個邀請的電郵 所以首先我們要在iPad上找電郵的應用程式 就是這個藍色底中間有個白色信封的圖案 點一點把它打開 左邊就會見到這個inbox 即是收件箱 找到這一封邀請的電郵 點一點把它打開 在右邊就會見到這個視像會議的邀請 首先看到這個會議的題目是一個太極班 然後會寫著這個會議的日期、時間 在下面一些藍色的地方就是一個連結 點一點它就可以直接去入這個Zoom的會議 了 再下面一些就是有一個會議的密碼 在這裡寫著這個六位數字的密碼 在下面這裡就是有這個10位數字 會議的ID即是會議的編號 如果你想參加這個會議 如果你想參加這個會議 最最最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這個連接 這個藍色的地方 那它下面有條線在下面有畫的 點一點它就可以把你連接到你的Zoom的會議 就像現在的Angela一樣 按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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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你會看到這個藍色的按鈕 寫著是Join Video 即是開著鏡頭加入會議 左邊灰色這個是關著鏡頭進去會議 視乎你自己的需要去選擇一個 Angela會選擇這個用鏡頭去參加會議 然後就會看到這個Call using Internet Audio 中文它的翻譯是通過網路呼叫 這個意思是用iPad上面的麥克風和喇叭去參加這個會議 另外一個選擇在下面的就寫著Down In 即是用電話打進去參加會議 Angela會選擇這個通過網路呼叫 碰一下那個地方 就可以加入了這個會議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會議是沒有其他人的 只是看到Angela自己一個 因為現在是做示範 在右上角還會看到這個會議的主持人 還未開始這個會議 如果主持人開始這個會議的話 你在畫面就可以看到他的樣子了 現在先離開 就可以點一下紅色 在左上角這個紅色的按鈕 就可以離開這個會議了 回到這個Zoom的主頁 我們就回到iPad的主頁 再打開電郵 除了點這個連接去參加這個會議之外 第二個方法是用這個meetingID 即是會議的編號 之前就給你看過這個meetingID 是電郵的比較下面的地方 就是這個10個位數目字的 就是meetingID 你可以用紙和筆把它寫下來 然後回到主頁 打開這個Zoom App 就可以用這個加入會議的按鈕 點了一下 在這個地方就可以輸入這個meetingID 會議編號 就是剛才你用紙和筆寫下了那個10位數字 進入完之後 你就可以按這個藍色的加入 跟剛才一樣 你可以選擇用你的鏡頭 或者不用鏡頭 藍色就代表用了 按了進去 就會再問你是否用iPad上面的麥克風和喇叭 即是通過網路呼叫 還是用電話打入 現在就可以進入這個會議了 同樣 因為這個會議現在是沒有其他人參加的 所以只看到一個樣子 你現在可以按左邊這個紅色的按鈕 你現在可以按左邊這個紅色的按鈕 離開 回到電郵裡 Angela第一今天示範了用電郵上面的連結去參加會議 第二就是用抄下了這個meetingID的會議編號 開這個zoom的app 加入這個會議 然後輸入ID 有時候ID會10個位 有時候會9個位 也有時候會11個位的數字 所以你就要特別留意了 多謝你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